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樣 今天是一部生活的廢片 但是如果你有把今天這部影片看完呢 他是可以幫你省下一筆小錢喔 那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因為我今天早上啊 我去美聯社要去買米的時候 他的門口裡面貼上一張海報 那我在這個海報裡面呢 特別呈現兩個大一個字眼 一個是30跟50的數字 那我就對這個很好奇 所以就去研究這張海報 他是到底有什麼樣的內容 比如說這張海報 他告訴我們說 你只要下載一套APP 他就是叫做接口支付 也就是行動支付的一個軟體 那你只要透過這個行動支付 去在美聯社做消費的話呢 你只要消費滿200塊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限責30 然後你只要消費滿300塊 他就可以幫你限責50元喔 那首先你要我們要做 第一件事情呢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進入APP story裡面去下載 接口支付的APP 那下載完之後呢 進到APP裡面呢 你一定要先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你之後你會輸入一封簡訊來驗證 那這樣這一組手機號碼 他就會是你的接口支付的一個帳號 設定完之後呢 你會不會把接口支付號碼 馬上請你去輸入一組信用卡的卡號 作為支付消費結帳的工具 當我們到美聯社買完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要出是 中間這個支付付款碼 然後輸入你的 你當時所設定的一個付款密碼 然後就跑出一個 像是QR Code圖形呢 讓店家做掃描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支付的結帳作業喔 那你只要在7月24號以前呢 對於美聯社呢 可以有三次的折抵費用的機會喔 所以我們最多可以享受折價150塊喔 那今天的小支理財術呢 就介紹到這邊喔 如果你們有喜歡這支影片呢 也對你們感到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別忘了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忘了自己手工做的堅果 可能用杏仁果 葵瓜子 還有一點點花生粉 加一張拌草的 對 所以我們取名叫賺六億 因為吃一顆 幸福滿意 就吃六顆 賺六億 哈哈哈 四月多月美麗 嘿嘿 有看到最後你們 我會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福利 街頭支付跟美聯社他們 他們是有一個特殊的遊戲規則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就是一支電話號碼呢 它必須 它等於是一個帳號 那也必須綁定一張信用卡 所以呢 你只要有第二支電話號碼 創立了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綁定另外一張信用卡 這樣我們就可以再有三次的折價機會 又可以再省一百五十元喔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克克 rev eligib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